同一天 伊拉克南部城市巴斯拉则发生 货车冲撞一群孩童的恐怖意外 一辆冷藏货车怀疑因刹车器失灵 失控之后迎头冲撞走在路旁的一群小学生 导致至少6个人死亡 14人受伤 车祸地点就在一所小学附近 巴斯拉卫生局长塔米米指出 所有伤者已经被送往不同医院抢救 有些儿童头部受到重创 情况危怠 伊拉克总理苏达尼办公室随即下令执法当局 第一时间立案 调查这起夺命事故 追究车祸照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